工作人員忙著清點紙箱數量 在用推車搬運到車上 準備送往新一區各個社福單位 這些紙箱裡 全都是由新台北有線電視 贈送給轄區內弱勢團體的口罩 希望能在疫情再度升溫的時刻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提供民眾最佳的防疫物資 我們希望藉此這次的活動 大概我們這次活動是拿出6萬片 6萬片要提供給我們的社福團體 我們想這個確實是一個拋棺引力的動作 也希望說在這個疫情比較嚴峻的狀況之下 能夠幫上一點小忙 我想這個要非常感謝這次 被洪泰委員跟王董事長 跟幾位里長的簽貪心 讓我們有機會能夠來回饋一下我們的收視庫 新台北有線電視長期深根 在確診人數不斷的攀升當下 與健康天使口罩工廠共同發揮愛心 在立委費洪泰的居間牽線下 在新一區四域里活動中心 將6萬片口罩捐贈給社福團體 希望幫助他們防疫工作更確實 當然更感謝我們社福團體 平常就為大家來服務 我想你們服務也讓凱博非常的感謝 所以在他們從他們的拿出一些口罩 拜託大家轉給有需要的人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謝 就是我們新台北有線電視公司 還有我們健康天使公司捐贈我們這麼多 現在非常實用的口罩物資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大家度過這個疫情 包括新台北有線電視總經理廖祈凱 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長王怡欣 提供場地的新一區四域里長聯國堂 三里里長翁信立 副臺里長陳國華等人都親自出席 見證這場有意義的公益捐贈儀式 希望藉由企業的拋磚引玉 把善的種子繼續延續下去 造福更多弱勢族群 讓大家都能安心防疫 防疫我照明 佐藏花 陳報道